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人都会说 我们回顾2021年全年 经常都会拿资产出来看 商品市场整体表现很好 但始终黄金很不生性 去年升了两成半之后 今年其实表现不济 大部份时间都是健虹的 Robin 你会怎样解构这么坏的因素 还有明年的第一季 你觉得有没有机会 一年好一年差一年好 我可以这么说 如果看回这两年的数据 其实黄金的表现也不错 因为我们看回商品 去年跌了23% 今年升了42% 不代表表现比黄金高 如果看回这两年的数据 除了环球股配业之外 或者房地产 其实黄金的表现是第三 为什么今年这么差 就是因为第一 上年升得很厉害 25% 因为看回这几十年 黄金每一年的增长 其实只有8-9%左右 这三年 所以去年的表现是很好的 其实今年看到很多投资者 当然是回吐 一个高位 而且始终太多加息的因素 不停说 是的 但是刚才也说到 其实我觉得 这个消息 其实上半年已经反映了 因为其实看回上半年 或者第一季的表现 其实跌了10% 现在黄金跌了2% 当然比其他的资产 是有少少失息 但是其实已经慢慢在追回表现 如果看回这两年的表现 尤其是上年年头投资了 其实你已经赚了20%左右 是的 要这样看 因为其实一年的表现 当然要看 但是因为黄金的因素 影响黄金的因素 是太低的 美元利率 但是其实黄金要看 它长期的表现 尤其是两三年 四年五年的表现 是 前段是一度讲通胀 令到黄金 其实有些低位 就是夹上去 但是始终都好像 未能突破 例如6月左右的高位 1900元以上的水平 如Robin所说的 更多因素就是 美金转强 又或者美国为首的 一些长期利率向上 也有些不利黄金 Robin 你在这个猜 是否想告诉大家 只要不跌穿 1700元也安全 是的 其实我们的分析 和和很多全世界学校谈 其实1700元这个位置 是很平均的 因为其实 看回这一年的数据 其实每一次上涉跌破 和1700元 都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反弹 可以看到 当然现在的金价在1800元 徘徊 但是其实 1700和1900的位置 其实我想去到 保守来说 去到年尾都 都是这个位置 因为 其实我觉得 反而这个位置 是很好的 因为可能1700 给一些 和1900 如果想的话 就可以放一放 但是 如果你真的看长远的 表现来说 尤其是夏年 或者是两年后 黄金这个 上升应该会持续 因为刚才也说到 珠宝行业 央行 和投资那边 尤其是通胀压力 有这么多的话 其实我们很保守说 夏年可能会 有机会 可能去到1900 或者2000的位置 没关系 准备 成本 有机会 前到 有机会 跟这个 有机会 异房